茶余放空干点啥,一袋瓜子一杯茶,大家好,这里是柯娃子,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只要身体发热,就会绽放出一朵朵樱花的故事 日本江湖默契的机缘,天空总是弥漫着一股凄凉 赵武是一个命运多传的游女,相传她的身体只要发热,就会绽放出朵朵的樱花 无数男人不惜重金,只为与她共度凉宵,欣赏片刻的樱花 由于常年混迹于男人之间,赵武早已不相信陈世间的爱情 这天赵武心情很好,决定外出走走,布料在街上被拥挤的人群所推倒 这时过来一个男人将他抱了起来,并且还帮他找回了丢失的目的 这个男人的行为让赵武的内心像小鹿一样蓬蓬乱撞 很显然赵武已经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回到家后,赵武发现自己的发簪不见了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出来寻找发簪,可能是缘分使然,赵武再次偶遇了这个男人 男人看到坏掉的发簪后,表示自己能帮他修好 然后约定三天之后,在这里奉还发簪 三天的时间还没到,赵武就迫不及待的去约定地点 可见到的却是男人和一个女人走在一起 赵武伤心欲绝,职业卧床不及 这天赵武要接待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吉田 可没想到的是,那个男人也在这里 通过自我介绍,赵武得知,这个男人原来叫半次郎 翻桌上两人的事件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方 一旁的吉田发现了两人的端倪 然后就当着半次郎的面开始羞辱赵武 最后赵武被他折磨的昏睡了三天三夜 醒来后早已过去了约定的时间 但赵武还是跑到了约定地点 而半次郎却早已在这里等候 他把修好的发簪交给赵武 两人情难至今相用在一起 他们在一个破屋里,互素爱意,彻夜长谈 赵武表示自己从小受尽妈妈的折磨 身上所谓的樱花只不过是小时候被虐待时留下的烫伤 之后遇到了异迹物理,物理带他如亲姐妹一般 不但收留了他还教会了他很多技能 赵武特别希望能像姐姐物理一样走一次花瞎道中 回去后赵武非常开心 因为半次郎表示会替他赎身 可他等到的却是吉田过来给他赎身 并且吉田还表示半次郎会迎娶自己的表妹 其实这都是吉田的圈套 吉田逼迫半次郎迎娶自己的表妹 否则就让他的生意做不下去 在结婚的当晚,半次郎找到赵武向他解释来不去脉 原来物理就是半次郎的姐姐 但物理被吉田赎身之后就意外死了 他接近吉田就是为了调查姐姐的死因 在赵武的赎身宴上 吉田喝多了之后讲出了所有的真相 之所以给赵武赎身 只是为了让他去侍奉达官贵人 而物理因为被赎身之后感染风寒 被直接扫地出门 最后因为穷困潦倒死在了大街上 躲在一旁的赵武听到后 出来表示拒绝吉田给自己赎身 吉田直接拿出卖身器表示已经完了 说完还直接一巴掌向赵武删了过去 一旁的半次郎怒了 杀我的姐姐还打我的女人 直接起身拿簪子杀死了吉田 然后在赵武的提醒下逃了出去 之后两人再次在小破屋相聚 半次郎亲自给赵武穿上了和服 赵武也为半次郎一人走了一次花销道中 然而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官兵过来抓走了半次郎 最后在同一片天空下 半次郎被斩首 赵武也为爱选择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并这段爱情画上了句号 正所谓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寻 乱世对着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一次次的嘲弄 彼此相遇注定这是缘分的使然 错过了也许会后悔终生 对于赵武而言 能在最美的年纪遇到最爱的人 即使是飞蛾扑火也要轰轰烈烈 这或许是他最好的结局 花包的片刻盛开后凋零 也好过一直含苞待发 在这超杂混乱的世间 相遇不易 真爱难寻 如果屏幕前的你已有另一半 请倍加珍惜 如果还是单身 心里却已有意中人 一定要把握机会 不要等错过了 才后悔当时没有奋不顾身的勇气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到这了 这是一部凄惨的爱情电影 花销道中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了解一下 我小伙伴